那有可能是我看错了 动完还这样 一院是不倒闭了 我真是服了 一说到这个整形这个问题 你看多少明星啊 一说谁整过容了 都马上的那个辟谣啊 马上证明啊 我自己没有整过容 咱们舞台上的姑娘说 你看到到哪了 都一个一个主动的啊 她说的还是比较准的 然后还有一些我做的眼睛 我是做了双眼皮 但是我没有开眼角 可能大家有一个误区 就是在韩国微整形 是一个非常流行 而且很普遍的一个现象 皮肤管理微整形 还有那个联笔 这是非常正常的 那我们这边就是 可能会对这个有一些偏见 我觉得这个是 女人自信的一种方式 如果你能自信起来 让自己漂亮 哪怕是微整 那又为什么不去做呢 你不会介意别人说 你看那场上那九号刘韵子 是整形的 你不介意吗 我不介意 其实我以前没有双眼皮 也是那一双 那个时候觉得也挺青春 挺可爱的 然后我现在已经二十三岁了 我有我自己的选择 我做了一点改 就是做了一点改造 我觉得也是有现在 二十三岁的美吧 我是这样想的 哎呦 从来没感觉